如果你因为长得美而被质疑学术能力 你会沉默还是反击 100个年轻人绕不开的问题 今天我们和珠珠聊一聊外貌偏见 珠珠 牛津数学系全奖再读博士 美女学霸 作家 博士 当这些词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的时候 随之而来的除了一些赞美 还有无尽的谩骂 今天我们来见珠珠 她曾经在网上发布了一条 自己以牛津大学数学系第一名的成绩 硕士毕业的视频而遭受网报 我们不见有一个疑惑 就是为什么年轻漂亮的女孩 稍微展示一下自己的才华 就会遭受如此大的恶意呢 当时发那个视频 就是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大家关注点不在于第一名 而在于你的容貌 就是你如此之好看 为什么还能拿到一个数学系的第一名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 是它是跟容貌丢力是有关的 因为它其实是在假设 你必然是花了这么多时间 变得这么精致 所以你好看了 你可以得到什么东西 还有一点就是 你可能对他们来说过于张扬了 包括其实最近我们也能看到 吴燕妮啊 那冠军啊 就是她这种张扬的个性 好像在我们在这个社会文化里面 是不被认可的 我能理解就是可能 现在这个社会对张扬的一个定义 或者怎么样 但是肯定在我表演的时候 我肯定不觉得这是一个很招扬的一个视频 对 我当时那个毕业视频的话 我基本上可能就是花五分钟化了妆 然后其实就是也就是拍的都是非常随意 那我觉得大多数社会里的普通人 其实是不知道展示自己是有多大风险 连我也不完全知道 比如说被网爆就是一个风险之一了 想也许你要比普通的本身认为的还更强更强 你才可以打过来的可能性 其实我非常喜欢线上的工作 因为线上的时候 很多时候如果我不开视频 就是可能不展示我穿的 或者等等这些 很多人其实会对你的态度 会更幸福 会更尊重 会有这种感觉 朱朱理解 网友的质疑或许是因为对她不了解 但来自父母的质疑 让她感到无力和愤怒 尤其是当她就成长在一个高知家庭 爸爸是博士 妈妈15岁就考进了中科大少年班 我妈妈呢 她其实是非常不是我读博的 我年纪第一毕业这个事情 从路人也会觉得也很骄傲 也很好 然后我妈觉得毫无意义 这有什么意义呢 在摩根大通所高深工作的时候 她真是蛮高兴我这样子的工作 她觉得这个非常稳定 她也想要我可能走一个传统一点路线 也是去加一个就是同样很优秀稳定的人 她说就是很愤怒 就是说你怎么就不理解吗 那现在时间久了以后 你其实是能理解的 我妈妈她作为一个80年代的少年班的女生 是吧 整个少年班都没几个女生 我觉得我妈当时走学的时候 她面临的压力可能是不敢想象的 无论是家庭的社会的防防面面的 她当时可能要出国嘛 不像我们现在每年还能回来 对吧 我妈可能是当年那个时代 她觉得她撞到头和血流 她没撞出来什么结果 那我觉得是我这辈子 撞出来什么结果 朱朱和她妈妈的选择 反映了女性在不同时代当中的妥协和反抗 她也一直在关注女性社会议题 所以我和朱朱去参观了一场 有关容貌焦虑和自我接纳的艺术展 在这里她和我分享了她的理想世界 如果你可以构建一个理想的世界 第一个世界就是说 人就是有生理的男女性别的 当然是可能大家是平等的 就是所有的人的付出都有回报这种 第二个理想的世界 就是人生出来是没有性别的 你可以自己选择是男女性别的 第三个世界就是没有性别 你也不准选择性别 这三个世界你觉得哪一个最理想 我认为理想的世界 可能第二种世界 就是我有选择 以我现在的人生体验来说 可能还是女性吧 因为我觉得我还有很多东西 没有体验完 我可能对女性的性别意识 是没有那么强的 我一直可能更希望 我是一个无性人一样的存在在这个世界里的 如果在一个已经平等的世界里 我是希望就是 就是我没有性别 权力的平等是需要去模糊性别的 对 但是性别本身的存在我认为是美好的 因为可能这个跟个人的好物还是有关系的 就是我非常爱这个世界的多样性 它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还是第三性 还是无性别 朱朱坦言 容貌确实会影响别人的看法 她很幸运拥有这样一副皮囊 但实力才是能够持久发展的关键 因为这是对抗质疑最有用的武器 没事吧 没事吧